頒獎台的時候你們兩個牽手 而且看到你們兩個 齁麒麟眼光有點半淚 是不是真的這一刻真的非常的感動 站上頒獎台 然後又可以讓國奇哥在會場去做播放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象徵了 因為我打完之後要退役嘛 對我來講象徵 羽毛球帶給我很多美好 讓我認識了大家 讓我認識很多貴人美好的人 然後 然後我那個舉動希望可以跟他好好的吻別 然後對彼此說的 因為也是一個很棒的 對他來說 謝謝大寶貝我下課了 他還沒有下課 OK 好 李楊 王晴你們拿了這個重要的塊金牌 全台灣為你們驕傲 幫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場比賽你們的心得 其實這場比賽就 一開始下場就做了非常堅強的準備 那對手其實也給我們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在打到第三局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 其實都已經體能有點下降 但真的是很感謝 就是所有人的 就是現場所有人的加油聲 以及在螢幕後面為我們加油的大家 然後還有搭檔的一直給我很正向的鼓勵 還有後面教練一直告訴我要相信自己 所以真的很開心能拿到這面金牌 這位金牌 這位金牌 其實像奇琴講的第三局我們感覺有點累了 然後體能有點下滑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感謝現場所有觀眾跟支持生 然後在螢幕後面的所有人 因為他們的鼓勵我們才可以繼續在場上堅持 然後很感謝說幕後團隊可以幫助我們 每天的恢復跟一些行程的安排 讓我們可以在最好的狀態去拼搏比賽 李洋宇之前在賽前的時候有一天這個現場的動態 然後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有這段時間蠻多球迷對你們有一些疾疑 對你們有一些疾疑 那今天你們也是特地用實力證明自己 我覺得多少還是會去想說 為什麼我們沒辦法再公開再拿到好比拳 當然我相信每一位運動員都付出很多努力 沒有人想要上場輸的 那其實也沒有說想要證明什麼 而是只想要告訴大家 我們運動員上的場就真的只想要贏 然後在場上你也親吻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象徵了 因為我打完之後要退役嘛 對我來講象徵羽毛球帶給我很多美好 讓我認識了大家 讓我認識很多貴人美好的人 然後我那個舉動希望可以跟他好好的吻別 因為有羽球場這件事情 讓我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剛才上台的時候你們兩個牽手 就看到你們兩個 然後麒麟眼光有點半淚 是不是真的這一刻真的非常的感動 因為上一次在東京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預設我們會拿到那面牌 然後其實有點處於朦朦朦朦朦的狀態 直一直撒笑 對直一直撒笑說好扯喔 但這一次因為這三年來 我們經歷的真的非常多 就是起起伏伏 然後也經歷了許多質疑聲 那中間的過程 就是我們兩個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 所以能再次站上頒獎台 然後又可以讓國旗哥在會場去做播放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你現在想他還是很想說 呃現在 果然 那一句歌詞大家唱得很大聲 然後看轉播的畫面就是其實里昂有 然後吐了一口氣 當下那一個時刻自己在想什麼 我其實整個過程一開始是 剛想起來的時候講說 喔我們真的做到了 然後一開始真的是感動的快哭了 然後後來有一種感動到哭了之後變笑 我們兩個又完成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不容易吧 因為因為畢竟 畢竟這麼難得的事情 對我們來講是真的 就像琪琳講 我們很多辛苦面 嗯...不多人看到 那當然很感謝大家看到我們好的那一面 那我們也希望說 把我們好的那一面給大家看就好 那辛苦的由我們來承擔就好 有沒有想要對彼此說的 因為也是一個很棒的 謝謝大寶貝我下課了 哈哈哈哈 他還沒有下課 他還沒有下課 因為我們 有可能會有年終賽 所以應該會有年終賽 所以我們還有一站年終賽 還有台北公開賽跟年終賽 你要問一個比較輕鬆的 注意到你的造型 鬍子沒有刮 我終於要刮了 我終於要刮了 我很期待 我覺得很不舒服 可是在刮的時候那個很舒服 對 我現在很期待我明天早上就把它刮掉 因為就是一個心靈上的 尋求一個心靈上的瓶頸 所以就沒刮 這累積多久了 從第一天 我開幕那天有刮 開幕前一天還開幕那天有刮 開幕那天就是 比賽的前一天有刮 對對對 就是開幕那天有刮 然後開始比賽他就不刮 對 他沒想到這次聽到就是說 你們有什麼話想要對 這麼多支持你們的台灣民眾 因為今天真的是全台 真的大家都非常的 那一刻真的 包括我們現場都非常的感動 我希望就是 能不能就你們兩位分別 就是把你們內心想跟台灣民眾講的話 我們透過鏡頭一起講一下 就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管我們之前就是表現的如何 但很開心能把大家的心 團聚在一起 然後也很開心能拿下正面牌 然後為台灣爭光拿下第一面金牌 那希望後續還有很多運動員還有比賽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給他們支持 然後我們一起創造更好的成績 很感謝我們成為體育選手吧 因為體育可以讓大家凝聚在一起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真的是很感動 然後也希望可以大家把專注力 關注度往後續的比賽繼續看下去 其實很多網友也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要對詩緣求婚嗎 這個是秘密啊 對我們有後續的話 大家自然就會有消息就會知道 那還會繼續海巡嗎 當然要啊 當然要啊 其實我一開始會海巡是因為 真的打開剛好打開詩緣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真的很可愛就很支持我 然後我也想說要一一的去跟大家去做回覆 然後沒想到就變成海巡 是不是也變成你賽事期間的一個動力 嗯就是我發現因為其實有很多梗圖 然後大家其實也都很可愛滿有趣的 所以剛好可以去緩解一下我一些緊張的情緒 對 要不要咬一下獎牌 金牌咬一下 哇 奧運金牌 你們要互咬金牌 互咬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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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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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咬金牌 金牌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